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苦苦思索到底放在哪儿了 一边埋怨自己真的是记性越来越差了 人生在世 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装满大大小小的事情 可是想要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就得先把自己变成一只空杯子 卸掉不必要的东西 定时清空自己才能接纳新的东西 让生活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 很多时候我们明明已经深受其扰 却又因为放不下而只能在痛苦中沉沦 可是却忘了 生命中的很多东西都没那么重要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生活不简单 尽量简单过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最好的人生就是懂得断舍离 虽然有很多人都曾听到过断舍离这个词 却对它的概念一知半解 何为断舍离 山下英子对它的解释是 断不买不收取不需要的东西 舍处理掉堆放在家里的无用之物 离舍去对物质的名恋脱离物欲 简单来说断舍离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和心态做减法 将繁杂的事情回归到简单 其实断舍离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整理 更是一种简化的生活方式 就像网上有句话说的一样 扔掉看得见的东西 改变看不见的世界 大到至简 人到中年经历许多 收获许多 但对后半生来说 简单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生活中再意越多 心理负担就越重 人的累往往来自于想太多 常言道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人常常觉得疲惫不堪的原因 并不是生活为你加了多少的压力 而是你自己给自己背负了太多的负担 心只有一颗 如果你塞了太多 根本不会发生的可能性给它 再好的一颗心都会承受不住 人活着 不过就是在活一个心态 心简单 幸福自然也就简单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富翁等了重病 吃了很多药 都无济于事 因此他感到焦虑不安 惶惶不可终日 总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心中很难过 后来他请教了一位隐居的名医 明医为他把脉诊断后说 这病药治也简单 你只需要每天到一处安静的沙滩 躺下三十分钟 连续一个月 富翁将信将疑 还是照做了 结果每次一躺 就是两个小时 这位富翁平时很忙碌 从没有这么放松过 他听着风 听着海浪 有节奏的拍打礁石 听着海鸥 此起彼伏的鸣叫 不安的情绪逐渐稳定 在这里 他彻底放下了商场的心计 不再争强好胜 也忘记了世俗的纷扰 一个月回到家 他感到全身舒畅 再也没有了原来的焦躁不安 心如止水 病也慢慢好了 朱光浅先生说 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 生活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们又何必自寻烦恼 毕竟除了生活之外的所有事情 不过就是各种各样的调剂而已 别给自己找麻烦 凡事看开些 别斤斤计较 用简单的心态过一生 无论过多久 你都会一如既往的快乐 断舍离 是为了控制自己的欲望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不性感 并不是因为我们获得的太少 恰恰相反 不幸福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太多 心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 激伦效应 就是指人的欲望会不断膨胀 一开始想要的 只是很少的一点东西 得到之后 就会开始想要更多 有人说 欲望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但很多时候 不加控制的欲望 只会让人万劫不复 在去年双十一前夜 一个29岁的男人 却爬上了自家楼顶的天台 他寻短见的理由 很简单直接 因为他的妻子沉迷网购 经常在网上购买各种 大牌的包包 衣服和化妆品 去年就已经负债二十万 家里情况不好 每月只有几千元收入的 他想尽办法 好不容易把这二十万 给还清了 可妻子 却完全没有收手的意思 又因为网购刷爆了信用卡 借了各种贷款 便本加厉地 欠下了三十万的债务 为了追求精致的生活 妻子的购物车里 依旧是塞满了各种各样的 名牌包包 香水和衣服 三十万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 对一个月薪只有几千元的他 究竟意味着什么 真正逼得这个男人 爬上天台的 并不是那三十万元钱 而是妻子 无休止地追求精致的行为 知乎上有人问 如何让自己一步一步走向精致 答案是 请时刻保持对生活的欲望 但绝不能纵欲 物质生活的丰富 让我们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 但当真正拥有之后才发现 其实我们生活所需要的 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一个对自己的欲望 不加以控制的人 是不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的 他们只会不择手段地 满足自己日益胀大的欲望 而如果一个人的欲望 可以被无限满足 那他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欲望是人性 控制欲望却是一种能力 只有那些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 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 冷眼面对大千世界的种种诱惑 成就简单的幸福 大到至简 方得始终 生活不简单 但尽量简单地过 作家马德说过 这个世界看似周遭复杂 各色人等泥沙俱下 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 你若成澈 世界就干净 你若简单 世界就难以复杂 人的幸福 从不在于拥有了多少物质 而在于拥有了多少快乐 三两知己一杯浅茶 把生活回归简单 将内心变得充盈 你的生活 就会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周润发在18岁那年 因上海滩遗俱的许文强 成了万人模仿的英雄偶像 直到今天提起 仍记忆犹深 在大家眼里 他是国际巨星 是全民的偶像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巨星 在生活里 却丝毫没有一点架子 生活中的他 时常穿着人字拖 和普通T恤 和市民一起挤地铁 坐公交 陪妻子去菜市场买菜 和小贩唠嗑 他说脱下戏服 自己也就是一个普通人 生活是自己的 自己觉得舒服最重要 去年周润发 更是把自己积累的 56亿身家 全部捐出 毫无保留 对于这个举动 他是这么说的 每个人快乐的定义不同 别人或许是赚很多钱 开名车 打高尔夫球 而我的快乐 来自于平淡和简单 生活没病没痛 如今的社会 好像陷入了一个 奇怪的循环 大家拼命努力 加班加点 工作挣钱 又努力拼命地花钱 追求吃喝玩乐 等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如此反复 乐此不彼 陶渊明 规矩来西茨 有两个成语 人为物类 心为行义 指的就是物质所类的欲望 远远压过了 人们内心的精神愉悦 当你走过人生的 大半段路后 回头看看就会发现 不管贫穷还是富有 我们都是一日三餐 最多 也只能住一间房子 睡一张床 反而是过多的物质 成了我们在追求幸福路上 难以舍弃的负担 所以别想太多 没有过不去的烦恼 只有过不去的心情 别成为欲望的奴隶 冷眼面对诱惑 幸福唾手可得 别被物质所累 生活不简单 简单的过更快乐 心若简单 生活就不会复杂 生活简单 方得长久 愿我们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都守住一颗简单的心 唯有如此 我们想要的幸福 才会一直都在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